這就好像經濟時代的結束,長達37個月 號知16000億美元的量化寬鬆計劃 目的在於重振美國經濟及刺激就業 隨著聯儲局結束為期兩日的政策會議 他亦宣布結束這項龐大的債券購買計劃 經濟學家說量化寬鬆實施 為消費者及企業提供廉價資本 並且將利率維持在幾乎是歷史最低水平 Commonwealth Financial的投資總裁布拉德-默克米倫 通過Skype對美國之音說 华爾街的反應不是那麼積極,各大股票指數都出現少幅震盪 原因是投資者考慮到聯儲局可能會加息 因為這個或者是因爲聯儲局將加息的時間範圍 從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果爲更快 但取缺於經濟數據 Bangray.com的高級分析員格雷格-默克-布拉德通過Skype 對美國之音說 大多數分析人士認為至少等到明年中期才會加息 但聯儲局終止貨幣刺激政策 會為全球經濟帶來什麼影響現在還不明朗 註明投資人士埃里安在比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對美國之音說 公眾要為更多市場動盪作好準備 特別是外匯市場 因為我們是從一世界的 複雜速的中央銀行到複雜速的中央銀行 以前大家都在做一樣的事 只是不同的大量 現在我們有兩位中央銀行 正在折腿上升降機 英國的銀行銀行 我們有兩位中央銀行 正在折腿上升降機 英國的銀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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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